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 耶稣为何哭了 冠状肺炎疫情的反思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1到45节 刚才姐妹已经从17节诵读到45节 那请听我从11节读起 我从11章1节读起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住在布达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玛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莫竹又用头发擦她脚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倒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耶稣素来爱玛大和他妹子病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 拉比 犹太人进来要拿势头打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落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 因为它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 主啊 他若睡了就避好 耶稣这话 是指着他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 是说 长睡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 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多马 又称为 低徒马 就对 那 同座门徒们 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 此时此刻 我们在非常地时期 以非常地方式来敬拜你 但是主啊 我们的心仁向着你 希望你能够感受到 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 但愿 仆人所传讲的 会众所听到的 都蒙你冤纳 奉耶稣基督圣明而求 Amen 今天的经文的信息 其实 大家知道 现在是大灾戒期间 我们要纪念耶稣的受难和复活 所以经文的信息 其实是 这个 节旗的经课 我从这个 故事当中 的确能够反省到 面对 这个肺炎疫情 我们所 受到的冲击 打击 然后我们 的回应 我们的 处理方法 态度 都希望 从这个信息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点亮光 当然 这篇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拉撒路 拉撒路复活 其实整个 故事 的重点 就在于 那一节经文 耶稣 哭了 这一段经文 记载在 35节 耶稣 哭了 整本圣经里面 这一段经文 是最短的 四个字罢了 耶稣 哭了 如果从 中文的翻译 从希腊文的翻译呢 其实就是一句话 耶稣哭了 那为什么 耶稣哭呢 我这样的问 那我们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 我们都不可以否认 他爱 拉撒路 第三节 告诉我们 他 姐妹两个 就打发人去见 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那耶稣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第五节说 耶稣素来 爱 马大 和他的妹子 并拉撒路 那我们知道 这整个故事的 主角 除了耶稣之外 就是拉撒路 今天我们的重点 就放在这两 位人物的身上 那生病的拉撒路 他是住在布丹 那拉撒路 这个名字的意义 是什么呢 原来是 神所帮助的人 拉撒路的意思 是神所帮助的人 但是拉撒路 已经死了 拉撒路 从健康到死了 他经历过 生病 健康的拉撒路 生病的拉撒路 最后 死了的拉撒路 但是 这个名字 这个名称 告诉我们 神要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有人 活着 有人病着 也有人 不幸 不幸 离开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一个信息 都是神 所要帮助的人 当然 你会说 传道 人都死了 神为什么要帮助他 那你就要从 你对 基督教信仰的了解 的角度来看 神如何帮助一个 已经死了的人 这篇故事是告诉我们 拉撒路死了 耶稣帮助他 帮助他是用 复活来帮助他 但是今天 我和你 或许不能够 像拉撒路那样 如果有一天 我们不幸离开了 其实 坦白说 人总有离开的一天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时间 总是会 来到 那么的一天 你和我 需要离开人间 基督徒必须要 抓紧这个事实 当然我们老人家 会比较 比较有那种感受 因为好像 越来越靠近 年轻人好像没有 这样的一个 警觉 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还有大把日子 可以活 但是其实不是的 没有人知道 下一刻 是谁离开人间 真的 那我们作为传道人 总不要整天讲这些 让大家听了 很害怕 很无奈 但是我们要传讲的是 你要 能够明白 信耶稣基督成为 他生命的救主 乃是得到一个 永远的生命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从这个事实来看 你从这个真理来看 你就了解 为什么我们能够 坦然无惧地 面对所有的挑战 面对你生命受危险 面对你患病 面对你和我 健康有出了问题 我们都愿意地去 面对 因为我们依靠神 三个主日 我已经说了 面对疫情 如何过圣洁的生活 那 巴达尼 这个地方的意思是 悲惨之家 说到悲惨之家 现在哪一个地方 不是悲惨之家呢 整个社区 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地球都病了 不是 不是硬体的病 不是国家病 不是家病 不是社区病 是人病的 是人住在社区里面 人住在家里 人住在这个国家里面 人住在这个地球里面 发生了这个疫情 大家都会生病 大家都变得很悲惨 凄惨 凄惨不是因为得这个病 凄惨是因为这个病 所带来的影响太大了 你想想看 这几天里面 我上一次的主日 告诉大家我在嘉义 星期六在嘉义 礼拜天 那个录音 就让大家听到 我已经从高雄到台北 从库航已经关掉了 买新航 结果我还以为 稳稳 吃米粉 人家说 稳稳讲米粉 不是啊 不稳 星期一 我回到高雄的时候 晚上我竟然听到 不是竟然听到 竟然看到 我的飞机被取消了 新航的飞机也取消了 星期四的 所以我第二天就 赶快买飞机票 第二天再去 本来买了高铁的 星期四的高铁的票 星期二早上再补票 再换票 结果我星期二就飞回来了 我坐最后一班的班机 从台北回到新加坡 当然 好像逃难 但是还好 蛮舒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架飞机 整架飞机 几百人的大飞机 只有25个顾客 而这25个顾客 还是三个航空公司联合 新航 台湾的一间航空公司 跟波兰航空公司 所以里面有洋人 所以 顾客只有25个 空服人员15个 跟飞机师 15 所以整架飞机40个人 哇 那我们坐上飞机了 戴了面罩 舒舒服服的 宽敞的 因为位置都分开了 当然我跟我太太 还是坐在一起 四个小时 还有餐饮 还有电视可以看 录影 片可以看 蛮开心的 那餐饮来的 还问你要咖啡 要 就 因为空间有一种习惯 就是说 哇 饭前一杯红酒 所以就 叫了一杯红酒给我 结果我跟太太 都叫了红酒 还好啊 我不是为你公会的牧师 所以我还可以喝酒 所以 叫了一杯 结果没人喝 只有我们两个 他一直要在打我 我说不要了 他整支酒 真的抱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没人 大概 大家都没有心情喝酒 我是因为 就讲压经嘛 压压经嘛 真的悲惨之家 苦中作乐 总算买到飞机票 搭上最后一班班机 好在我没有 take for granted 我没有 自以为是 我换了新航了 肯定了 因为 他还让我买票嘛 当然是肯定了 他还跟你confirm嘛 那你知道两天后 他说没有费了 取消了 所以你知道 新航在 那一期间里面 真的是 内部也是 真的是大乱 只可以这样形容 所以你看挂牌 停止挂牌 停止那个 股票停止 停牌 然后现在要 当马是要注入资金 然后附加股 要要求出售这个债券 附加股 五块多钱的附加股 用三块钱 要卖给那些股东们 当然大家对新航还是有信心 那新加坡政府是非常 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说 把这个危机当成是转机 把这个失败 所谓的失败 当成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所以他们会大调整 那同样的 巴达尼是一个悲惨之地 耶稣表现的也就是不一样 他还选择不立刻去 住多几天 住多几天 这个是他心爱的人 因为玛丹和玛丽亚看到耶稣的时候 还说 你所心爱的兄弟拉撒路 离开了 病了 但是耶稣为什么延迟去呢 而为什么耶稣又说 拉撒路的病是为了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呢 而且延迟了两天才去犹太 当他要去的时候 门徒们告诉他说 你过去去的那个地方 人家要用势头来打你 你不害怕吗 那甚至那个门徒们会调侃的说 会讽刺的说 好吧要去就去一起死吧 你知道耶稣 他做出一些 就算在悲惨的环境中 悲惨的世界里面 耶稣的表态 是释放出一种正能量 一种信心 他说拉撒路病了 是为了让神的儿子得荣耀 因为耶稣要使拉撒路复活 耶稣要行神迹 耶稣要从这个神迹的事件当中 告诉全世界的人 以后的人 当时的人 以后的人 这个拉撒路复活的意义在哪里 今天你和我就从这个故事里面 得到了功课 得到了学习 我们知道拉撒路病了 耶稣医治他 让他复活 就是让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那为什么拖延两天呢 因为拉撒路应该在 报信的人离开不久之后就死了 报信的人是用一天到耶稣那里 耶稣也走了一天到巴达尼 再加上耶稣要留两天 所以总共是四天 显然耶稣要行这个神迹 耶稣要行这个神迹 但是门徒们似乎有疑问 就说犹太人要打死耶稣 为什么耶稣还要去冒险 所以第二方面 我们除了刚才所说的 耶稣爱拉撒路 第二 一个意义就是 他要去叫醒他 耶稣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知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落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话 随后就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其实耶稣是说 拉撒路死了 我们去救他 拉撒路死了 我们去救他 因为作为基督徒 作为你和我信耶稣的 当我们离开人间的那一天 其实在神学上的意义 在神的国度里面 看我们都是睡了的人 等到那一天主再来的日子 我们大家又会重新的来到 神的那个审判座前 然后我们就会被神所接纳 坐在他的右边左边都好 我们就必接纳上天堂 当然那些不被接纳的 就不好 就非常 就继续地留在悲惨之家 或者甚至进入永死的地狱里面 这是一般的观念 如果接受耶稣 上天堂 现在在今生的肉体 离开人间 是暂时睡了 所以作为传道人 我常常在商礼的时候 常常安慰商家说 某某人是睡了 你节爱顺便 如果他是基督徒 我会这样讲 如果不是基督徒 不可以这样讲 的确是他说 明明是死了 你说他睡了 你这个人胡说八道 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离开人间 我们都睡了 因为我们都等 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耶稣 为什么 要利用四天 然后 还要去犹太这个地方 经过然后冒险呢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白天 不会跌倒 犹太人 曾经拿着势头来打耶稣 这些人当时的愤怒 应该是给 门徒们很大的惊讶 他们在质疑 为什么耶稣要冒这么多险 但是耶稣不是告诉他们说 白天有十二个小时吗 这十二个小时 就是关键的小时 这十二个小时 就是我们把握的小时 这个十二个小时 就是你和我拿捏 为主大发日性的时间 所以应该是 目前还不是黑暗掌权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着短短的时间 这十二天的时间工作 趁着白天 我们努力 来面对黑暗 所以耶稣 说明他要死于 拉撒路复活 在白天里让他复活 他延迟让拉撒路 死了在复活的 那个四天里面 他其实是要门徒们 对他有绝对的相信 和信心 门徒不了解这个意思 多玛讽刺耶稣 玛大也不大认识 不大明白这个意思 甚至当耶稣来的时候 如果你早一点来就好了 耶稣说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 我去叫醒他 就是说我去拯救他 今天能够叫醒我们的 当我们的肉体 已经成归成 土归土的时候 就唯有只有耶稣基督 能够叫醒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 他差派独生儿子 为我们所牺牲 所做出的应许 你能够把握到吗 你能够拿捏到吗 你能够珍惜吗 你能够紧紧地靠着 这个应许而活下去 当然当时的门徒 并没有这样 完全地信靠耶稣 多玛就是一个 非常怀疑耶稣的人 但是大家不要对多玛 当时的这样错误的一种态度 以为他将来不好 他将来真的是为耶稣义无反顾 跑到印度去 甚至他的后 他的那些支持者跟他的信徒 创办了多玛教 在印度里面是一个信奉耶稣的 但是从正统的角度来看 还不是完整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信仰 地方性的信仰 多玛教 其实就是多玛 这个使徒 把耶稣的福音传到印度去 甚至有人说到了中国去 第三 其实耶稣是在唤醒 当时的门徒 包括你和我的信仰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信仰 耶稣说 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马道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就是在二十三节开始 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这句话 上礼的时候常常拿来用 因为这个是上帝 拆派他儿子来到人间 最大的一个 有权威的话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也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马道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 所以马道其实是明白 他以为拉撒路死了 是不会复活 但是他相信 拉撒路将来 必跟主在一起 他也相信 拉撒路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 马道的信仰 是错误的 他对的 他知道 你和我也必须这样相信 但是 马道万万想不到 耶稣爱这个 拉撒路 在当时就让他复活了 当然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拉撒路复活了 拉撒路将来 也会 离开 我不知道拉撒路将来 离开是因为病呢 还是因为 老去呢 但是 总有离开的一天 不是说 复活了永远不死 复活了永远不死 不在今生 复活了永远不死 将来 将来 在永恒当中 我们必定会 有这样的一个 恩典 其实 犹太人 很多人相信死后 灵魂会停留在身体 他不到三天 所以还可以回到身体 第四天是很难的 所以 耶稣为什么延迟 就是告诉大家 他掌握了生死之权 他能够医治死去的人 就算 四天了 灵魂不在身体 他也能够唤醒 这个人的灵魂回到身体 这就是耶稣 作为上帝儿子的全病 我们真的是看到 当然马大不明白 他认为耶稣来迟了 所以他阻止耶稣打开那个木门 因为他说 发臭了 而且马大 我刚才说了 他认为 如果耶稣早一点来 拉撒路就不会死 其实 意思说 其实 马大相信耶稣有那个能力 能够使复活的拉撒路 复活起来 是依照他们犹太人的看法 必须在四天里面 解决这个问题 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耶稣 偏偏 四天才来 四天才来 已经是完全没有绝望 完全绝望 在犹太人的那种观念当中 在他们的信仰当中 可见从前 他们可能有复活 有人死了复活的事件 当然是有的 圣经里面也有记载 曾经发生过 但是都在四天里面 只有耶稣 延长了 就在四天之后 来了 因为耶稣要告诉 全世界的人 包括你和我 包括当时的人 生命在我 复活也在我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在我 原文的意思是 自有永有 就是 我是 复活 我是 复活 生命也在我 我是 生命 所以耶稣真正在 原文的意思是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你信耶稣基督 就是信他 他是复活 他是 生命的这个真理 自有永有 就是神的本性 原本的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原文 原文就是 我是 复活 我是生命 所以这句话 翻译出来 你明白 他就代表了 复活 他就代表了 生命 当然我用 代表两个字 已经不是很好 他就是 复活 他就是 生命 你紧紧地 做住耶稣 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那当我们身体 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 疫情的时候 当我们 旁郎无助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 其实没有被疫情 所害到 反而被疫情 所吓死 有很多人 不是为 不被这个疫情 所伤害到 反而是因为 这个疫情所苦 许多的人 工作没有了 你看那个飞机 全部都不飞了 那些空 空服人员 就是都要 停 有些人可能 都会 被 炒鱿鱼 然后 计程车司机 摊放 每一天的生意 都不好 大家好像都 其实最好生意的 就是那个 大卖场 商场 那些货物 全部买到家里 每个人都吃家里 整天吃Maggie面 整天吃 Hindu面 整天吃 冰冻的 鸡翅膀 整天 买一大堆 鸡蛋 买一大堆 厕所纸 买一大堆 纸巾 大家还是要吃要喝 但是呢 外面的美食 每个人都不敢吃了 每个人不敢去 所以就 叫 Crab food Manda food Cangadu food 我这几天 我回到新加坡 我就被居家隔离 今天是第三天 实际上 昨天他们才 开始 发 SMS给我们 要我们立刻定位 因为我们先set定位 我的定位就是在家里 所以当他 SMS我的时候 我就要按 说我在 一个小时里面要按 昨天三次 今天也三次 不懂今晚还有没有 所以一直要注意那个SMS 表示我在 那他还告诉你说 不只是这样 你等下你放手机 你人跑掉 叫家里的人帮你按 不可以 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家门 他随时会来家访 他随时会打电话给你 他打电话给你 刚好听到 背后有那个 那个MRD的 那种关门的声音 你就吃不完豆着走 你总不可以告诉他说 没有没有 我住在MRD里面 我住在MRD的车厢里面 不可以 我当然不可以开玩笑 因为处罚 犯罚 被罚款 他们说好像要罚十千 一万 不好开玩笑 罚一下 我跟师母 跟着就破产了 所以我们乖乖的 十四天还好 谢谢大家 有人关心我们 问我们 我的妹妹 跟我们住在一起 她也跟我们保持距离 但是她帮忙我们买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被关了 所以已经事前通知她 把雪柜里面 让她填满 鸡蛋 中药的面包 鸡蛋有就可以了 鸡汤面 随便简单吃 受不了 我们就order food order这个 crab food 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我们都是知道 我们必须这样 那第四方面 耶稣哭了 这段 三十 五节里面说 耶稣哭了 其实在三十三节的时候 也有说 耶稣哭了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回去刚才的圣经 在三十三节的时候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 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 就心里悲叹 又神 又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三十五节就是 耶稣看到拉撒路的遗体 耶稣哭了 所以三十三节 有说 耶稣哭了 犹太人 看见 就是看见 马达哭了 看见犹太人哭了 耶稣心里也悲叹 忧愁 然后三十五节 耶稣真情流露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是今天的主题 耶稣为什么哭呢 让我们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 耶稣看见 马达 马利亚和犹太人哭了 心里悲叹 他也哭了 这个三十三节所说的哭 当中 有哭号的声音 有滔滔大哭 可能就是那些犹太人 有大声地表达 他们的哀痛的意思 这个哭的字的原本意义 是非常悲伤的哭 那耶稣背叹原文的表示说 耶稣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就是因为有这个激动 就有后来的 耶稣要去叫醒拉撒路 就是要去拯救拉撒路 就是要使拉撒路复活 那耶稣说忧愁 为什么呢 这种忧愁 耶稣的 就是当时耶稣的联想 是到整个世界上的人 社区的人 到底他有多少 能够像拉撒路那样 离开了 能够叫醒 如果你和我都信主了 我们就不担心 被不能够 就不担心叫不醒 就不担心耶稣不拯救我们 所以耶稣当时是想到这样 普罗大众 多少人能够像拉撒路这样得到恩典 多少人能够像拉撒路这样 明白我对他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拉撒路 我们是健康的拉撒路 我们是病了的拉撒路 我们甚至是可能有一天 是死去的拉撒路 但我们是拉撒路 这句话 是我刚才所说的 神所帮助的人 耶稣就是怕我们不是拉撒路 所以耶稣那种哭了 超越时空 超越情绪 非常远见的 对整个世界 对人生 对人类的那种感叹 大家不要忘记 不久的将来 他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他要为我们牺牲 就是因为这一些都能够激发起 他决定要走这条牺牲之道路 为了他对我们的爱 那我们 第五点 我们就从积极的看来看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 带给我们信心 第四十一节说 他就把势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 耶稣重生他自己的权柄 生命在我 复活也在我 然后他祷告感谢 天父给他这个权柄 这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亿神里面 他们彼此之间同荣同尊 彼此之间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有一个不同的尊位 所以他要感谢天父 之后呢 他使拉撒路复活了 能够死人 四天后复活 这是圣经里面 第一次的创举 这就是耶稣 是复活的主 是生命的主 是掌权者 的一个宣告 是一个事实 但是既然 既然都是这样 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 犹太人的反应并不一样 有些人相信耶稣 有些人就密告 法利赛人 这是后来的经文 他们就要更加密谋 要对付耶稣 所以人性啊 人性就是这样 不管你做得再好 不管你的出发点是怎样的存粮 不管你的目的是如何的健康 还是有人埋怨 我也在埋怨 我不是说 我们的政府处理得很好 但是他们对这个疫情 似乎也有一点判断上的一些事物 所以张传道就 不该去 变成可以去 去了 飞机没有载回来 换了飞机票 又要换飞机票 应该 星期四回来 结果要提早星期二回来 因为那是最后一班班级 总会埋怨 你不可以说我不会埋怨 但是 我还是感恩 我感恩我 在当时已经买了飞机票 以为星期四肯定 刚刚买嘛 不可能 就是前两天才买 不可能会取消 结果我还是不放心 看一看 这个手机 结果发现 真的取消 我一直跟师母讲 上帝 一直让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它 在疫情当中 我其实告诉大家 我在一个地方 是比新加坡还安全 有什么地方的空气 比阿里山更加新鲜 我们那几天真的精神很好 对不起 我讲这句话 可能很对不起 当我们一抵达自己的 国土的时候 祂的咳嗽又来了 师母的咳嗽又来了 我真的没办法 那我还 当然要感恩 上帝让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 我们还是要面对 我们还是要面对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可以让我们 活着的时候 依靠祂 病的时候 也依靠祂 将来 你和我离开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下一代 也依靠祂 因为 我们都是拉撒路 我们都在布达尼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坚强地活下去 阿们 好 感谢观看